那其实他们有很欣赏台湾的一个教学方式 所以来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的一些教育里面 他说对对对对 我就是要这样子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好 再来 孩子的成长 孩子最终的成长都是握在你这个老师的手上 你怎么教他 他就是怎么 他就会呈现出来怎么样 而且我追传我常常讲 幽教其实是个良心事业 我们其实董事长一直想把台湾的一些教育里面 延伸到对岸这边来 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落脚在厦门 是因为厦门其实 它的地理位置跟我们的高雄是一样差不多的 再加上的人文 还有它的饮食 干的语言 其实是跟台湾无缝接轨的 我希望强调是精致化的教育 精致化的品质 力跟教育里面 它其实是可以平息的 所以我用的玩具都是很好 而且重点是买没有关系 要舍得给孩子玩 因为很多学校都是买了摆在那边 不给孩子玩 我们所有的设备一定是没有锐脚 我们在一些广告席下 我们都强调我们是台湾来的 那我相信现在都是网络的时代 那其实家长会从网络去探寻 我们在台湾的一个品牌的竞争力的部分 那其实他们来的时候常说 你们台湾教育我很喜欢哦 因为其实有点矛盾 因为他们又想要让孩子独立 可是又想要宠孩子 那因为这边的双亲父母来说是比较少的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阿姨 所以可能像在收拖的部分 可能他们四点多就全部接光光 这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为像台湾可能都要到七点 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到四点半的时候 他还要再去上才艺班 这个我相信在台湾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他们完了还要去上游泳课 还去上画画课 还去上奥福音乐课 还去上很多的课 所以我有时候有一个家长比较熟就说 哇你要去考状元是不是 那这些就是要慢慢去引导他们 那他们也其实知道孩子 就是要有品格教育跟生活能力 可是这些说得容易做得难 那所以他当然学着我们学校的时候 我们会加强这部分的观念 也希望所有家校合一 因为所有的孩子的学习 一定要家校合一 才会有一个 呃 加倍的一个效果的部分 现在少子化怎么办 对没有错 就是因为少子化我们更需要培养孩子生活能力 对还有他抗压性 因为这些就是以后他的一个执行力的部分 在大陆其实不管去哪里竞争都很大 那我觉得竞争那也是个好事 因为可以不断促持我们不断的去进步 那其实在这些当中 我会知道形式我们自己的不足 发扬我们自己的优点 那我相信我们越来越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